大家下午好 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就直接开始今天的分享 感谢大家来 这次库普康来 和我有幸给大家来分享 这一次关于 我CM的现状和 以及将来的一些计划 在Deep里面的一些内容 好 首先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我叫戴翔 大家也可以叫我龙 然后我是英特尔的工程师 目前是Deep, Salus 和Golansi Elite的Mutander 目前主要是活跃在Deep社区 然后首先跟大家 简单的介绍一下Deep 就是Deep呢 它的这个 它这个英文的拼写呢 它实际上是 分布式应用运行时的缩写 也就是Distribute Application Runtime 然后它的目的 就是说是为了帮助 构建微服务 然后从这边的图 我们从上往下看 上面是Application Code 就是说Deep呢 它的愿景就是说呢 你有任何的这样一个编程语言 都可以去编写 属于自己的运行时 有Go也好 Load.js也好 Python也好 Deep呢都提供了对应的SDK 去帮助编写 然后呢 往下一点 它主要是提供了两个API 也就是我们熟知的HTTP和GRPC 这两种方式 然后再往下一点呢 是它的这个 具体的一些组织模块 这个我在接下来会讲 然后再往下呢 就是说是 所有的云厂商 比如说AWS 然后谷歌云 阿里云 然后还有原生的Kubernetes 以及一些托管的 托管的虚拟机也好 物理机也好 都是在这个Deep的运行中 它就是说是 希望这个微服务 只要编写出来之后 你用了Deep这样一个架构之后呢 就是你可以在任何的一个平台去编写 你没有了所谓的说是一些云平台的绑定 就是你可以非常简单的 从阿里云切换到谷歌云 或者说从谷歌云切换到阿里云 或者说你不想上云了 你又想自建机房 到自己的私有云 这都是非常简单的事情 就是Deeper就帮你完成这些事情 所以说它的宗旨是呢 说是帮助你构建自己的微服务 然后这一个呢 就是刚才中间这个的放大 我们可以细看一下 就是它的最核心的 也就是它的第一个 是这样一个服务之间的访问 通过服务之间的访问呢 可以达到一些服务发现的效果 然后达到一些balance的效果 达到数据这个监测的效果 然后呢还有一些状态的管理 发布和订阅 然后一些数据的绑定 然后actors 以及一些关于密钥方面的管理 和有一些配置文献管理 以及分布式锁 还有 今天大家最近比较热门的workflow 就是工作流 还有一些别的方面的 加解密方面的事情 都是在这个dapper提供的 丰富的api里面 然后我们这边呢 就有在dapper里面的术语呢 就叫做这个building blocks 然后呢刚才说了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 Wassim在这个dapper中的现状 以及未来 那么关于Wassim 实际上Wassim作为一个 逐渐热门的这样一个名词 被大家广为认知 我今天呢也就简单的再说一下 它呢就是实际上是 webassembly的一个缩写 它呢是一个就是 可移植的 可移植的这样一个 可移植可编译的 这样一个二进制的对象 它主要呢是描述了 一种字节格式 就是你一般来说的话呢 它编译出来的文件呢 我们都会以 点Wassim作为结尾 然后的话呢 它是使用了堆战的虚理机 去作为它的这样一个运行容器 这样一个运行容器呢 确保了Wassim在 从理论上来说呢 就是足够安全的 它是一个以一个沙盒的方式运行的 同时呢 它可以支持去 部署在这样一个服务端 也就是说 web浏览器当中 或者说是server端 同时呢 它是实际上是 现在的就是被W3C认可的 除了HTTP 然后CSS JS之后的第四个W3C的标准 所以说它这个是被 基本上所有的主流的浏览器都是支持的 当然了 除了在浏览器中支持之外呢 也有很多的语言支持 比如像Go 比如像Rus 比如像C 它都有自己的这个Rus Bunding 然后接下来我们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就是DARP和这个Wassim 都有哪一些共通点 以及为什么我们会想到 在DARP中呢 使用这个Wassim 那么我们先看一下左列 刚才我列举的一些 DARP的一些特点 它是帮助 帮助构建微服务的 那么Wassim呢 实际上它也是希望能够使这个在网络里面的这样一个 就是浏览器当中的部署能够更简单一点 那么实际上呢 随着我们这样一个技术的演进啊 我们发现越来越多的这个外部服务 也就是所谓的这个网 网页服务也好 它实际上都是有一个趋势 什么样的趋势呢 就是说是越来越像这个微服务这个架构去靠拢 那么所以说在这一点上面呢 DARP和Wassim呢 在初中上面呢 是有一些类似的共同点的 然后第二点呢 就是说呢 DARP呢 它是运行在能够运行在任何 就是它支持的一些后色环境当中 比如刚才说了 像一些阿里云啊 亚马逊云啊 AWS啊 以及原生的K8S啊 还有一些虚拟机当中 它都是可以运行的 那么Wassim呢 也是说是可以以一种杀核的形式 在任何地方运行的 它编译出来的文件呢 就是它不需要通过交叉编译的方式 它直接编译出来 就是说是在多个平台就能够直接运行的 所以说它也是一个wrong anywhere的一个地方 那么最后一点 就是说呢 DARP和Wassim一样都是被多个语言支持的 那么这三点构建下来呢 我们发现呢 就是DARP和Wassim呢 有很多的这样一个相似点 比如说wrong anywhere mending language support 以及呢都是为了这样一个web服务 所以说呢 我们想了如何呢 在这个DARP中呢 使用这个Wassim 接下来呢 我们找到了一个就是比较好的 比较好的一个切入点 这在DARP中呢 叫做是http midwire 然后故隐私益就是一个叫基于http的中间建 那么这个中间建是做什么呢 我们还是看这张图 这张图上面呢 从左往右是一个request 然后到一个response的过程 也就是说你一个client的请求 一直到返回 那么在请求完了之后呢 在DARP的界面呢 你可以走过midwire1到midwire2到midwire3 那么这时候呢 你通过不同的midwire 你可以针对request的某一个信息进行处理 比如说你针对hander进行处理 你针对hander里的gwt进行验证 或者说你把hander里面的某些请求 看一下是不是在你的白名单中 或者说是怎么样 都可以进行处理 然后处理完之后呢 把这个请求呢 再交给这个你真实的这样一个 后端的服务的myapplication 去进行处理 处理完之后呢 它会有一个response response回来之后呢 依旧是通过这个depr的这个midwire 然后midwire呢 对这个response再进行处理 查看一下response中 是不是有一些敏感的信息啊 或者说这个敏感的 是不是需要做一些消息的过滤啊 或者说是增加一些相应的 这样一个response handler 它都是在这个midwire里面进行处理的 那么大家呢实际上就直接想到了 通过这个midwire我可以再不修改我的这个 我自己的myapplication的代码逻辑的同时 去往depr里面呢 通过往depr里面增加midwire的方式呢 去修改整样整个一个就是工作逻辑 那么这听上去呢是非常的非常的好的 因为我不用改我的application了 我的application呢也就是说 我可以在这个保持application不动的情况下面 我做任何的修改 都是不影响我的application的 那么这样子实际上来说的话 一些运维的工作或者说一些监测的工作呢 我也可以放在depr的midwire里面 或者说呢我的一些就是尝试的试验性的工作 我也可以放在midwire里面 因为这是不影响我本身application的逻辑的 那么但是呢 但是呢这样的这样一个httpmidwire呢 它实际上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痛点 那首先第一个痛点呢 就是说它是一个内置的代码 什么叫内置的代码呢 就是说它是完全和这个depr的这样一个 就是逻辑呢 就是代码呢是完全的偶合的 偶合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如果说你想新写一个中间键 把它放到depr里面运行 那么的话呢 首先看我们右边这张图 最上面就是在depr的这个component contrib这个repo里面 你首先要贡献代码提个pr 然后呢经过review 然后呢交换一下意见 更新一下代码 然后再merge merge完了之后 这是第一步 然后第二步 在我们的这个depr这个project里面 repo里面 也就是说所谓的我们的deprcallrepo里面呢 还要再走一遍这样的流程 到merge完了 merge完了我们能用 我们写的这样一个midware呢吗 不好意思还是不行 需要呢怎么样呢 需要等它的release 等它的正式release之后呢 才能够 我们才能够使用 我们在这个一开始的这个deprcomponent contrib这个repo下面 提交的这样一个midware 那么参与过这样一个开源工作 进行过开源贡献的人呢 应该很清楚 这样一个流程呢是非常长的 不停的review啊 一些更新 然后还要等待release 目前depr的这样一个release周期呢 是三个月 也就是说你运气好的话 正正好是在这样一个 三个月的这样一个release周期中 完成了代码的编写 review merge 然后至少你也要 至少要三个月 你才能够在下一个版本中 使用你这个编写好的midware 那这个对于任何一家公司来说呢 都是非常长的这样一个时间 是不可接受的 那么如果说你 你不想说是公开到这个里面 如果说你想自己呢 那你也要自己维护一套 你把这些代码仓库都fork下来 去进行一个管理 那么又会带来一些升级上的问题 刚才说了 正是因为这样的一个问题呢 就带来了第二个问题 就是说呢 这样一个灵活性变差了 因为它是内置的嘛 内置的话 它所有的这个配置文件 配置的读取 实际上也是放在代码里面的 你需要去进行一些代码的修改 那代码的修改 同时也要走刚才那套流程才行 同时呢 就是你需要更新才能够使用新的 这样新的中间件 如果你不更新的话 你就没法用 那么还有还有一个呢 就是对于很多公司来说呢 它的这样一个 它想用的这样一个 Midwell的这样一个业务逻呢 它实际上是比较隐私的 就是说是和业务 公司业务相关的 它不想这个公开 但是呢 Depr呢 作为一个open source 作为一个开源的项目呢 你必须要公开 它肯定你才能够去提交代码 才能够去把它放在里面 所以说这对于很多公司来说呢 它是在这个隐私安全上面 是没有保证的 那么正因为如此呢 我们想到了用VASIM 去帮助解决这样一个问题 同样的呢 就是我们很简单的 就把所有的这样一个 内置的 内置在Depr中的Midwell 替换成了VASIM模块 或者说替换成了 某几个VASIM文件 去进行一个操作 然后我们看一下 通过VASIM 我们可以怎么样子 就是首先来说 内置的代码块 变成了VASIM的Banary VASIM的这样一个文件 那么我们通过替换文件的方式呢 我们可以直接进行代码升级 功能的替换 这样子就避免了 这样一个冗长的 这样一个代码review 代码modic 等待release的这样一个过程 同时呢 因为这个VASIM 这个Banary 是我们可以支持的 同时呢 我们可以支持 我们增加了一个泛化的 这样一个配置文件的读入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VASIM 去读入到非常多的 这样一个用户的自定义的配置 同时呢 我们通过这样一个 加载VASIM Banary的方式呢 我们支持 我们不需要升级 我们可以通过热加载 或者说动态加载的方式 就可以 在它的下一次请求来之前 下一次请求的时候 我们替换的这样一个 更新的这样一个 VASIM Middleware就生效了 同时呢 因为是VASIM 它编译成了这样一个 二进制的字节文件 那么实际上来说呢 基本上来说 存在这个反编译的可能性 是非常小的 那么保证了 它的这样一个隐私性 即使说你不在公司内部用了 你把它传给别人 别人也是没有办法破译你 这样一个业务逻辑的 所以说保证了 它的这样一个隐私 接下来呢 我们说 我们不仅在这个 Deper的这个 HTTP的Midware中呢 使用了这样一个 VASIM的这样一个能力 我们呢 也在这个 Bonding当中 具体来说的是 Output Bonding中呢 用到了这个VASIM 大家如果说 对于Deper接触的比较少呢 可能对这个Output Bonding 比较难理解 那确实从中文上翻译来说呢 输出绑定 这个听上去呢 是比较抽象的 那么我们接下来呢 就是用一个 非常简单的例子呢 去告诉大家 这个Bonding在这个 Deper中呢 到底是什么东西 那么我们首先来看 左边 左边 左边的话 是一个Input Bonding 那么Input Bonding 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 我 通过我这样 我这样一个组件 我Input了 就是输入了一些东西 我通过什么输入呢 我就是通过一些事件 去输入了 比如说我这个Win 比如说我这个 某个人 某个这个卡 卡夫卡 就是收到了某个消息之后 然后我触发 我主动的去触发了某一个 Deper应用里面的 这样一个Endpoint 就主动触发了一个Endpoint 这就叫输入Input 然后呢 接下来 我Output Output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我触 我比如说 还是拿刚才的卡夫卡 卡夫卡 我接受到某个消息之后 我主动的触发了Deper的消息 Deper的消息呢 然后又把这个消息怎么样呢 又执行 又把这个消息 传到了我的 Mask里面 我的Mask里面呢 去把这条记录呢 保存了下来 同时呢 就是返回一个结果 返回一个OK 那么我接下来呢 实际上就相当于什么 把从卡夫卡的消息 从卡夫卡的消息 然后通过我这样一个 Input Bonding 和Output Bonding的结合呢 我完成了一个消息的转存 就是从卡夫卡 从消息的最开头到卡夫卡 然后到转存 到了MySQL里面 这就是一个所谓的 这样一个数据的Bonding 那么这个 这个大家可能会想了 大家一听到卡夫卡 大家就可能会说 卡夫卡是一个非常常见的 这样一个消息中间件 那我为什么 我不能够直接用这样一个 PubSub的这个component呢 刚才我在一开始的这个图里面 这个Building Blocks里面 也写了有PubSub这样一个 那为什么呢 就是说PubSub呢 实际上你可以看作呢 就是Bonding是对这个 PubSub的更高级的抽象 也就是说它 它隐藏了一些 PubSub的某一些细节 比如说什么细节呢 就是说你的这样一个 卡夫卡 我还是拿卡夫卡 这样一个常见的消息 中间件来举例 它就是说呢 就是卡夫卡 它可能会有一些pooling 可能会有一些pooling 然后呢也可能会有一些 就是复杂的连接问题 比如上像连接超时啊 什么问题 这都不在 这个 如果说你单纯的用PubSub 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模块的话呢 你可能需要考虑这些问题 用Bonding的话 我们是在这里面呢 去帮你们去 帮你们去cover住了这个问题 然后同时呢 就是说 你用PubSub的话呢 你可能会 针对一些卡夫卡的代码 或者Masker的代码 去做一些处理 那么Bonding的话 实际上也是把这个完全就抽象了 就是它不在乎你的这个 Inputs或者Autheputs 是卡夫卡也好 是Masker也好 它直接帮你抽下成 就是单纯的Inputs 你写代码 你只要考虑Inputs过来 拿了什么东西 我业务做什么处理 然后Autheputs出去之后 我业务再做什么处理 这样子就达到了一个什么呢 就是让业务逻辑 完全的在这个业务代码里面 就是让你的application 完全做你这个业务的事情 然后你所谓的这些 跟中间线相关也好 跟这个消息队列也好 跟这个数据库也好 所有的这样一些操作 你全都把它给屏蔽掉了 就是屏蔽了这些差异 为以后呢 你就是不管说 你从卡夫卡切换到Redis 还是从这个Redis 切换到这样一个Rubit MQ 你都是非常简单的 修改一下Dample的配置 你就可以完成了 就是减少了这样一个复杂性 同时呢 就是一些错误处理 在这个bonding里面呢 也帮你完成了 所以说呢 就是 那么我们再回头再看一下 我们通过output bonding 和wassim的结合了 我们可以做什么事情呢 就是说 还是刚才的 就是比如说 你想做一些就是用户 用户想自定义一些逻辑 但是呢 是不在http 这个这样一个流程里面的 它可能是在一些数据的转存 数据的清理 或者说是跟AI相关的一些模型操作上也好 那么http middleware 它是做不到了 因为它只是一个 在http过程中的中间件 它没有办法做那么多事情 那么这时候 我的output 我的output帮你呢 就可以帮你去做 你可以把你的一些消息 你的一些数据 你的一些这样一个信息 传递到我的wassim当中 那么我的这个wassim 你可以看作一个是万能的黑核 它可以帮你做数据准理 可以帮你做数据解析 可以帮你做一些AI训练 甚至说是帮你检测 这只猫是不是狗 帮你做这些事情 然后呢 通过这样一个bunding 你可以得到一个它返回的结果 得到它返回的结果之后 你可以继续做一些事情 那么这时候 大家可能会想到 那这样子的话 我通过多个output bonding的 情况呢 我是不是可以又达成了一个 我自己的 就是完全自定义的 每一个路 每一步都可以自定义的 这样一个工作流呢 实际上是可以的 通过dapper的这个 和这个bunding的这样一个结合 是可以达到这一步的 所以说通过dapper呢 实际上就是 我们增加了 引入了wassim之后呢 极大程度上面呢 增加了它的一个灵活性 就它的 就对于dapper来说呢 它不仅仅是一个 就是你的这样一个 内置的代码编写 它的逻辑 可以完全呢 通过你的这样一个 自己去编写一些 wassim模块的方式呢 去达到你的这样一个 定制化的需求 好 然后我们最后看一下 就是我们接下来 会在这个wassim 会在这个dapper中呢 还会增加一些 什么样的功能 比如说就是增加一个并发 提高这样一个并发性能 就是大家刚才可能想了 是比如output bonding 它同时 同时这样一个 触发一个呢 可能没有问题 同时触发多个呢 那么针对于http middleware http middleware 在这样一个大 大连接的场景下面 它这个并发性 并发性的这样一个优化 我们也会继续的做 那么第二个就是说什么呢 就是在这个wassim的代码中呢 直接去调用这个dapper的模块 就比如刚才我说了 就是在output bonding之后 可以用wassim进行一些数据处理 但是数据清理完了 我是不是要等待 它的返回结果回来之后 然后我再到下一步 那么这时候 这时候我到的下一步 如果说就是直接dapper中的模块 比如说dapper中的一些 一些状态管理 或者说是一些存储存储模块 或者说是分布式数 那么我是不是还要再调一次 那这样子不是多了一步了 那么我们在考虑如何 在这个wassim code当中呢 直接支持去调用 这样一个dapper的模块 那么使得这个wassim呢 就不再是一个 不再是一个中间线了 它变成了一个dapper的client 去进行一个处理 使得它呢就是更加的 更加和这个dapper生态呢 就是更加的贴合 然后第三点呢就是提高安全性 那么我们想到了一个什么方法 提高安全性 刚才说了是这个sandbox wassim已经是用sandbox去运行的 但是呢sandbox呢 它是默认来说呢 它并不是说是完全不给你权限的 它有一个默认权限 而这个默认权限 实际上在很多场合呢 它也是非常大的 那么我们呢就是增加了 这样一个选项去强制的去 强制的去使得 使得它这个时间和这个文件上 都能够有 都没有办法修改 那么大家对文件的修改 可能比较OK 可能一听到文件修改OK 它确实确保了安全性 那对于时间的修改呢 那是大家知道 很多的这个DNS攻击 它并不是说是通过访问量去攻击 而是去修改你的一些时间 比如说还有大家常听到的 这样一个牵连虫的问题 实际上都是对时间的修改 去达到一些攻击上的目的 所以说通过这样的方式呢 去提高了它的安全性 那么最后一点呢 就是说去编写这样一个原生的 wassim的sdk 那么刚才说的就是我们的deper呢 是支持多语言的 它现在已经支持了go 支持了java 支持了php 支持了等等 python等等 很多语言 但是呢 就是wassim 它是不支持的 那么就导致了什么呢 就是说 你刚才如果说 要用这个wassim 去编写模块的话 首先你要选择一个 wassim支持的语言 那 很好的是呢 它的go语言已经支持了 rass也支持了 大家呢 可能就是这几个语言 python呢 应该也支持的 所以说呢 就是大家可以用这些去编写wassim 那么这个 这个编写完之后呢 实际上是 对于wassim来说呢 就是还是不够不够贴近 为什么要绕一圈编写个wassim模块 然后再去运行呢 我们能不能可以通过这样一个wassim的sdk的方式 直接就是我在wassim里面就调用这个dapper 调用这个 然后就达到了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一点呢 就相当于是对于第二点的这样一个增强 那么通过这样的方式呢 就是去优化这样一个wassim 在dapper中的体验 好 这是我的联系方式 好 我这边的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你 我不动话说的不好 英文可以 我可以听懂 You can speak in English OK thank you If you go back a few slides So my mandarin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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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to the sorry To your like future work slide Right Future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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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 I'm sorry Like my mandarin isn't great But I'm curious to Understand a little bit more About the sandboxing Stuff that you're interested in doing here Specifically there's A lot of other things like FileIoRate And memory usage And other stuff like that That's also potentially concerning Have you thought about that And How you're going to handle Those types of issues Yes In fact In fact A single Whats Him File cannot be run There's a need There need That be Round In alguien N Wats Him Round Now we use Go latest Wats Him Round Wats Hi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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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t Zero Wats Him Wats Him Wat Zero This latest version This latest version DasWat Has improved Member usage And with that We can We can ensure the member receive 谢谢 你好 我们之前也做过一些Wadom的一个调研 就是它在纯计算领域 应该说是用的比较好的 但它本身可能存在一些在Io 或者一些其他资源的隔离上 可能还存在一些不足 我想知道这一块的最新的一些进展 怎么样的 就是包括这个项目在使用中 是不是在场景上相对于这种纯计算内的 有了一些新的一些拓展什么的 是这样的 就是一开始就是在去年的时候 就是我已经 就是在Dapper里面这边 实际上Dapper有很多的这样一个block 都是和存储相关的 比如说State Manager 比如说Secrets 这实际上都是和存储相关的 就我当时就已经在考虑能不能用Wassim去做一个就是database的中间键 或者说是一个存储相关的中间键 那么当时遇到的一些问题呢 就是说是Wassim呢 它就是本身它不支持HTTP的 它没有办法去做请求 当然现在这样一个Wassim就已经去已经可以做HTTP的访问了 那么现在来说呢 它可以做一些简单的这样一个HTTP调用 就你可以用一些就是 就是这样一个Rest4的这样一个API去调用一些database 当然了就是 你说的没有错 在纯计算领域呢 就Wassim更多一点 在这些database 这些相关的这样一个领域当中呢 它表现出来的性能呢会差一点 这也是一些就是很多Wassim项目 或者说是Wassim呢 它这样一个委员会正在去解决的事情 我相信未来呢 这一块呢 肯定是有一个比较好的解决方式的 因为Wassim它还是比较出 目前来说呢 还是比较出气的阶段 我们目前来说呢 就是还依然在探索 它到底能用在哪些方向 那么我可以再跟你分享一个 就是在Wassim领域呢 目前来说呢 就是有一个比较亮眼的事情呢 就是说Wassim可以和AI结合 就可以把一个2到3G的这样一个AI的大模型 去把它压缩成一个 2到3G的这样一个Wassim文件 然后跑在这样一个A纸端 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提升 这我也相信是一个 对于Wassim来说 是一个非常亮点的功能 有考虑过其他的 比如说用户态的 青蓝级虚拟级吗 比如说像EBPF这种东西 因为EBPF其实也有一些 用户态的这种虚拟机 然后它可能会有更多的额外的验证器 来保证安全 同时可能跟外部交互的时候 不需要这种 比如说一些下额保证 这些你有没有考虑过呢 先请教一下 谢谢 是这样的 EBPF确实它可以做一些安全上的验证 因为它在加载EBPF 就是加载这段EBPF程序 在运行之前它会做一些安全的校验 但是目前来说EBPF 它本身的功能限制是非常强的 它并不能够做一些 它相对于WASIM来说 它做不到很多WASIM能做的事情 所以说在这个解决方案的考虑上来说 当时没有考虑EBPF 那么另外没有考虑EBPF的另一个原因是 它并不具有跨平台性 因为我刚才在一开始这个代码里面说的 我们的DEP是这个run anywhere的 然后实际上WASIM也是run anywhere的 但是EBPF它比较限制 然后它对Color版本也有要求 它并没有能够达到这样一个平台无关 所以说在这样一个 在这点上面我们就pass了EBPF了 你好 我主要想咨询一下 你有什么推荐的 这个DEP和WASIM 比方说在我的一个商业场景里面 它到底比较合适用来做什么 我举个例子 我们最开始也调研过 因为WASIM没有HTTP的 就没有广泛的支持 比方说Redis 卡夫卡这种协议 当时我们做了POC 就是想借助DEP 因为它抽象了HTTP 那WASIM能够调用HTTP 然后我们就用 就是WASIM来利用DEP去访问中央键 这是一个商业场景 我只是举个例子 看看你有什么推荐的 到底怎么用它 用好它 这两个怎么配合 是这样的 就比如是用DEP的一个场景 一个我比较推荐的场景 就是一个快速的这样一个圆形验证 就比如说你想要验证你的这样一个业务 不仅能在能用Massacre考 能用Redis考 能用其他的东西考 那么实际上如果说没有DEP的话 你首先要对Massacre要对Redis 这样一个SDK要比较熟悉 你才能够去编写这样的程序去进行一个判断 你对客户你才能去验证说 我能够在这上面跑 能够在那边跑 但是你通过用DEP之后 你只要简单的去修改一下DEP的配置 你用DEP的这样一个Build API的方式 它实际上就屏蔽了这样一个Redis的SDK 或者说MySacreSDK的这样一个细节 你就可以用相同的代码去跑在不同的这样一个底座上面 这是我比较推荐的一个点 然后刚才说的是DEP和Wassacre的结合又是在哪边呢 就是说这样是在一个 你在做一个解决方案的时候 那么肯定每一家公司都会对你的这样一个解决方案 有一些私人定制 那么这样一个私人定制 如果说你直接去修改代码 那OK也是可以的 但是会导致什么呢 就是你的公司内部会有多个这样一个修订版 或者说是发行版的这样一个产品 那么实际上对你的这样一个项目管理来说是不好的 就是你的这样一个业务团队 可能要维持多份的这样一个副本 去达到不同的这样一个release的效果 那么你用了Wassacre之后 实际上你只要维护这样一个Wassacre的仓库 同时呢 就是它和你的主干的这样一个业务逻辑是完全分开的 你不用担心 它的这样一个就是私人定制的这些需求 会影响到你的这样一个主干的逻辑 同时呢 就是你要维护的 比如说对A公司 我只需要维护这几个Wassacre 对B公司 我只需要维护这几个Wassacre 那么同时对于更广泛的 当你越做越多的时候 实际上来说的话 你的这样一个可以供用户选择的这样一个 私人定制的模块 实际上你也越来越多了 你这样通过模块化的需求 而不是通过这样一个 就是A公司说我要一个功能 B公司说我要一个功能 你都把它们去扣到这个代码里面 我觉得是从项目管理方面 以及从这样一个后期的维护上面 我觉得都要方便得很多 好 谢谢 然后我想 那个Wassacre现在有一些局限性吗 对吧 刚才那位同学也提到了 就是内存分配啊 线性只能分配那么多 然后包括多线层的支持啊 您这边有什么现实的 在商用的场景能够分享的吗 还是说就是 还很早期 还是说在探索 是这样的 就是有很多公司 比如像蚂蚁 蚂蚁它在自己的Mawson里面 它就用到了这个Wassacre模块去进行 当然了它不是用了Dapper 它在Mawson里面用了这样Wassacre模块 去实现它的一些定制化的需求 然后呢也有一个 就是今天如果你听到别的 这样一个Wassacre分享的话 你会听到一个公司叫做Second State Second State它的这个Wassacre模一致 它也做了很多商业化的尝试 它自己的那个楼下有个workshop 我中午的时候也去体验了一下 它会让你一件去布置一些 Wassacre模的这样一个文件 去达到一些就是机器人的效果 我觉得这样也是一个 比较有意思的探索 谢谢 我最后一个问题了 有一个激进的想法 那Wassacre现在有这么多优势 内存占用也小对吧 那我可不可以把这个Dapper 编译成Wassacre模块 这是一个比较激进的想法 那么实际上来说呢 这个想法呢是有可能的 但是呢你没有 就是说呢你把它编译成Wassacre模之后呢 反而你会失去到一些点 就比如说呢就是我原先的Dapper 就已经是这样一个平台无关了 已经是多语言支持着了 你把它编成Wassacre模之后 它会提供一些更好的性能吗 那并不会 因为Wassacre模的内存 就本身它就是限制的 那它会提供一些 就是更好的这样一个拓展性嘛 那么对于Dapper来说 它可以往里面塞组件 可以加拓展性 那么对于Wassacre模来说 它没有多线程的支持 它根本就不可能去 做到这样一个功能 所以说呢就是用把它直接就把它变成Wassacre模 那可能是并不是一个很 就是对于在我看来并不是一个很好的方向 好谢谢啊非常感谢 好的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